能够在生活中 落实佛法 这也是我们修行的过程中 很重要的功课 解脱烦恼改变现实生活 比纸上谈兵了解知识 更为重要 有客人问我说 这个手印是什么意思呢 我特别到网络查了两个小时 都还查不到 就来请教上人 那上人就很大声说 还有什么意思啊 教你们赶快修行的意思 那当下当头棒喝 都要研究这个手印是什么意思 对解脱烦恼改变现实生活 造正普提 一点帮助都没有 之后赶快脚踏实地去修行 好话说得出口 善事做得出来 我们的工业缘分才会挺身啊 那天有一个人呢 带着一个师兄 就在善人面前不断介绍 善人啊 这位可是当今北京 我一以为有被帮发 冯雪博士证书的哦 那如果他只有说一两次就算了 介绍了好几次 那善人看他只是一位在家居士 也还没有幸出家乡 善人就告诉他 佛雪博士从古至今 我只认识一位 那个人感到很好奇 还有哪一位呢 善人告诉他 我认识的是释迦牟尼佛 因为释迦牟尼佛 他从王子的王位走下来 换上这一套衣服 就入库心灵修行 那三藏十二部经典 从他的口中演说出来 他正正在生活当中 落实佛法 这才是真正的 冯雪博士 如果只说那只上躺兵了 我不认为那叫做冯雪博士 那时兄听了 当下羊口无言 生活需要落实 这样修行才是确实在实践的过程中 十方新闻胡佳萱 曾千俊台南采访报导